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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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取漏了USB 幸好在 自己的电脑 记得好像有些东西 放在这里 临急临亡 找到这个 这个就是 师傅拿着来用的 那本 科尔 其实严格来说不 科尔这个字 是应该 道教用的 佛教就不用科尔 但是道教和佛教 在漫长的 发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些东西我学他 他也学我一些东西 所以就形成了 有些的词语 有些的习惯 等等 其实就已经是 两个宗教 已经是混合用 因为他见到你用的时候 我不用 那些信徒去了他那边 所以我又要 又要学他一些东西 做过来 大家走过来 所以搞下 就出了第三个分支出来 就是佛教 道教之外 就出现了一个 民间的 而当中 比较有影响的 就是 潮散 敏南潮散 那一批 于是就出现了 一个叫做 是 所谓 潮州佛教 或者叫做 潮散佛教 潮散佛教 代表什么呢 他在用的仪式 是佛教里面的仪式 但是佛教不认他的 佛教说我们没有这批东西的 他当中 包括用 用 当地画 就是潮州画 里面的仪式 他有行仪 很像佛教 但是他做的 主持法事的人呢 其实第一 全部都是 你看到有头发的 有头发 第二呢 就是他穿那件衣服呢 基本上是和和尚一样的 一样戴着帽子 一样是穿 有白色有黑色的 长袍 接着搭那件 红色一格格的那件 袈裟 那件红色一格格的袈裟 在佛教来说 只有大和尚穿 一般人不可以穿 小的 就是普通出家的和尚 未到这个地位 都不可以穿 是有格的 就是有一条金线一格格 很密的那只 很密的那只 红色底 密格的 那只叫做大衣 或者祖衣 是大和尚穿的 但是你一去到尤其是于兰 当球场 搭棚 去超渡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一批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 有头发 你就知道他是在家的 他一模一样的 穿的衣服 因为这些是朝散佛教 他在那里 在道教的仪式 在佛教的仪式 他吸取了一部分出来 然后就用他当地的一种习惯 去做这一样东西 那一会儿我们先说 为什么 那你说行不行啊 最重要的关键在这里 那我们一会儿就会解释 什么为之叫厌口 因为你搞清楚放厌口 放厌口是俗称 搞清楚放厌口是一种什么的方法 你就能够评估 究竟这件事是要谁去做 成不成功 work不work 你和我做得不可以呢 没有说不行 没有说不行 理论上是一样的 那当然中间当然有一些窍门 那我们首先就要看这几个字 瑜伽 或者读瑜伽都可以 瑜伽这个是梵文 其实就是相应的意思 相应 什么叫相应呢 我们现在就和我们是梵夫 我们是和烦恼相应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做作 我们想的东西 即是思维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全部是和烦恼相应 我们做完的任何东西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烦恼 不是我打算去哪里吃东西 我打算去报名去旅行 那应该是开心的 不是烦恼的 这些只是世俗的事物 你做到是开心 但是这个开心不永久的 所以因为不永久 所以最后呢 你也是失落的 而你失落的时间 但比起你享受那段的时间 是更长的 第二 如果你很想做那件事 但你在过程里做不到 或者得出来的结论 达不到你心目中 你一样烦恼 所以这个瑜伽的意思 就是一种相应 这种相应 我们普通人就是和烦恼相应 和众生来说都是和烦恼相应 你不只有你是修行的人 你才会和慧根相应 自慧 你会和福报相应 会和修行的福慧相应 这个是除非你去修行才有 而这个瑜伽 为什么要特别讲明 第一个字要讲瑜伽呢? 因为他给的对象 这个相应是给谁呢? 你看下面的字 接着就是厌厚 厌厚是一种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指恶鬼 恶鬼 在佛教的角度 我们这个世界有六种的众生 俗称 有天 有阿修罗 有人 那我们在座每位就是人 天的意思就是 他们在过往的修行 比人的修行更加好 所以他得到一个强大的福报 他就能够生天上 生天 生天他享的时间比较长 他有些能力 所以为什么你拜神有用呢? 因为他们就是属于天上的众生 是天神 他们见到你做善事 他可以有能力 随起你 所以你求他他可以帮你 跟人一样 有些人很厉害的嘛 你求他 你求他 他也可以帮你一样 他们是天上的众生 他们就以往透过修行 透过福报 是得到的 所以他们就在天上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就是人 这个不用解释了 第三种就是介乎在人与天之间 那种叫做阿修罗 阿修罗 阿修罗 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名字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翻译的 意思就是一些 给人有福报 但是他又未到天神的大善 未去到大善 而且他有一种特性 他的特性就是 好勇斗狠 即是他是聪明 他是有智慧 有福报 但是他见到一些 他不喜欢的人 他就不喜欢 他不喜欢的时候 就是打过 你很聪明吗 我学我 我觉得我聪明 现在你又好像很聪明 唯一的方法就是 打过 挑战他 所以通常 阿修罗 你不搞他 他就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不知什么 他就会不喜欢你 搞你 通常就是指一些 叫做低级的神灵 例如 在佛教的角度 土地 山神树神 不是大神那类 大神就是那些 王大仙 女祖先师等等 那些是属于大神 他们福报智慧 因为他们修行 而去到那个地步 而那些就是他有福报 但是他又未去到那些的程度 所以就是低级神灵 但是你求他一样可以的 一样有效的 不过就要他开心 所以你怎样令到他开心呢 那便供奉他 所以你最要买祭品 所以有些人说 拜菩萨不用祭品 对 拜菩萨就不需要 因为为什么菩萨 不是这个程度 他对于物质 他是没有兴趣的 他是看你是否一个真心 整天都说 这个心成质灵 为什么 因为心动神之等 因为他们在那个程度 他根本一早就跳出了物质的东西 他看你 你想做善事 他来脱起你 他见到你的痛苦 他就想帮你 拔除你的痛苦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刻意 拿什么祭品 哎呦我们要拿最美的红酒 拿什么 这些是不对的 对他来说没用的 你给他也是这样 不给他也是这样 没用的 但是对于天的神灵 或者是阿修罗不同 所以一定要祭品要有 要齐全 因为他和我们是生存在同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他们是需要用这些 所以于是你看佛教也有一个 或者道教也有一个 齋天科义 齋天 齋天 无论你吃饭之前 或者有些重要的日子 你要供天 供天就是供给天上面的神明 因为你要求菩萨 菩萨不是不帮你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召唤他不到 是你召唤他 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本事 直接可以召唤他 但是天上的神灵就容易搞了 为什么呢 你最紧要拿些漂亮的东西来 你就容易打动他 他就可以帮到你了 快速了 所以你拿那个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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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 预风提子 你给观音那些 没有分别的 你两手去和你拿多贵 但是你去拜那些 拜那些土地 拜那些神明就不一样了 是不同就是不同的 他就会相应 所以你发觉呢 有些供天里面的仪式呢 他写明要用某一些的食物 某一些的用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本身这个神明 过往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拿回他like的东西 去给他 你给其他东西他是不对的 那不是不对的 就是他觉得 你没有那么容易令到他打动他 他喜欢吃雪糕 你要拿雪糕给他 他喜欢吃烟 你要给他煙 要不然呢 你拿这些苹果来 对他来说他都不喜欢的 那你就会移动 那他接受了你的东西 他就可以帮你了 其实跟人一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要送礼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打了一个关系 他接受了 就是用他的影响来 而第二 跟着 我们有天 有人 有阿修罗 跟着 有畜生 畜生我们很容易明白的 鸟兽松鱼 我们养的草物 之而其内 那些全部都是属于畜生 我们是跟他共一个界 而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这里有只猫 我们很清楚知道 那只猫 就坐在那里 有只狗 我们知道 我们是跟他共一个世界 其实六种众生 我们都跟他共一个世界 得过那些 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能力 看不到 只有畜生是可以看得到 你看到他 他又看到你 跟着下去 还有一个 就叫做炎口 不是 炎口的意思就是指恶鬼 因为他在生的时候 简单来说就是 孤寒 孤寒 口又不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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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之后 他就会跌入恶鬼 尤其是 他把口不收得来 是专是说某些东西 特别会容易跌下去的 就是 专是诽谤宗教 没有的 没有这些东西 哪有佛法的 哪有因果轮媒 这些东西 那些 尤其是专是谈佛 谈菩萨 总之 不只是佛教 因为这些是有为真理 他把口不好 所以 他会招感 就是把口的问题 所以 他会招感了一个 腹部 就是什么 那个喉咙 就好像一支针 那么有 喉咙 就是这个 这个喉咙有什么用途呢 喉咙是用来吸收食品的 就是我吃东西的时候 把口咬完 我就透过喉 下去 于是 这个 这个众生的腹部 就是 这个腹部就是 他转身之后 他的身体 这个位置 就只是一条 针 就是鸾衫的那些针 这么幼的 那就是 你给什么 他吃都好 他在嘴咬完都好 他是下不了 下不了 下不了 即是说 他永远没有东西 食物 到不了 所以他就饿 于是 这种 就叫做饿鬼 就因为 第一 他沽寒 所以没有食物 第二 就是因为他把口衰 所以他得出来的腹部就是 这个关键的位置 令他感受到这种恶部 而且 就算 那些子孙都会共同他 死了之后 我们在一个祖先位 神厨牌 或者那个墓地 我们都拿些东西去祭祂 你祭祂都好 他一摆入口 他就会变火 变火烧 例如给我一碗饭 我吃 一吃入口 他就会变火烧 然后变灰 即是说 他始终没有办法感受到这种的 食物 这种的 需要 因为食物是一种需要 所以他吃不到 给他 他都吃不到 吃了下去的 他都下不了 于是 他的肚子就会长大 跟我们以前说 埃塞俄比亚那些小朋友 为什么他没有食物 他的肚子会长大 因为这个是病 他不是肥 是病 自然就会长起 于是 在佛经里面 讲这种的众生 他就是 没有衣服 穿骨瘦如柴 喉咙如针 然后肚子很大 唯一就是只有肚子大 其他就是 整个瘦猛猛 不是瘦猛猛 是皮包骨 这样 那这些就叫做饿鬼 也都因为 他想吃 而吃不到 所以他逢是见到人 吃东西 他就很憎恨 他就很憎恨 他就一见到你吃东西 他就很猛 因为他会想 为什么你吃到我吃不到 凡夫 他没有读过宗教 所以他们就处身在这种环境之内 现在我们说七月 七月 就是那个农历七月的余兰节 说去超渡那些的众生 主要就是说饿鬼道那些 有分的 你清明重阳不一样的 搞清楚 清明重阳拜的那些是我们认得的祖先 亲戚朋友 我认得他有名有姓的 不过顺带 如果你去那些法会 你写个牌位 你顺带就给其他那些不认得的 那些灾难那些给 你那个是顺带 因为春秋二祭本身是被认得的 祖先和我有关的 而 七月呢 香港就叫做渝兰 譬如在台湾 它叫做中原普道 或者叫做祭好兄弟 好兄弟是指什么 不是认得那些 亲戚朋友那些兄弟 是指那些不认得的 因为走了出街 在家就靠父母 出外就靠朋友 所以大家走出街 其实大家都在世俗里面 都是这么痛苦 所以你又帮我 那个好兄弟是不认得的 见到那些饿鬼 一年到晚都没有一口好吃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尽量帮他 所以就要有肖佳依了 肖佳依 为什么要肖佳依 肖佳依给谁 肯定不是给自己认得的 不是的 我也是给我的亲戚朋友 你是顺便 目标是给那些不认得的 因为七月十五 在道教传统来说 就是一个地观节 天观 地观 水观 地观那天 就是大赦的 所以在下面 地狱道 饿鬼道的众生上来 可以接受大家的供养 只有那天 当然后来有些说到 由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 甚至是整个七月 总而言之 你不要理他了 总而言之 就是在那段时间 他才能够 一年里面有一个机会 就是上来接受大家 给他吃的东西 而他能够吃得到 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 那我不懂的 不过他这么惨 那我们也接济一下他 于是就消街衣了 在街里面 就将那些 紙扎的 衣纸 衣纸 衣是什么来的 也是七色的 没有配含 是四方的 有些人很喜欢摘 即摘合他 算是那颗 理论上就可以 在那块 World 因为那块是什么呢 那块是布 它没有 olmak 衣包啊 衣包就是买一个具体的 已经很 即已经是一件衣服 既然是古人喜爱自己 做自己在粗窩 很精緩的 不知你喜欢什么 我买一瓶布給你 所以那些是布,你不用捲它 捲它就整潮了布 當然你直接也沒有壞 它一樣收到的 因為後面就要告訴你 為什麼它在頭頂要加瑜伽 最後才講到它 驗口就是餓鬼 七月最主要超到的就是這一班 餓鬼為主 第六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地獄 地獄那些你不能超到它 你是盡人事寫個牌給它 幫一下它 因為它是做極大的惡事 所以它跌下去那個很差的環境 就是抓去坐牢 你哪有得救它? 它是到期它就出來 你不能說你去探它十次 它不會因為這樣而組了出來 你是沒有東西可以幫到它的地獄 只有菩薩才有這樣的本事 不過儘管我們又寫了它的名字 幫一下它 減一下刑也好 就算幫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原來我們經常說放驗口 最主要就是指給餓鬼的眾生 好了 施食 因為它吃不到東西 因為它好像一個針 於是我們就要想 除了七月那個時候 可以給它 有一個機會吃到東西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於是就有這個方法 就出現了 就叫做施食 施食就是說 透過修行的力量 然後幫助它 可以有機會 不是我給它 是佛給它 不是我幫它 是佛幫它 是佛幫它 是佛菩薩下來面前 因為佛有大的功德 有大的力量 你和我不行的 是佛才行的 於是就由佛去召集它 我給它吃 令到它在那個法事裡面 能夠吃到東西 而感覺到溫飽 其實最主要就是不溫飽 餓鬼就是吃不到東西 科兒就是個儀鬼 科兒就是個儀鬼 當然 這個起源有幾個 其中一個比較普遍的 說法就是 柯蘭尊者 柯蘭尊者 有兩個的 一個木建年尊者 大家很熟悉 如蘭盆經 即是7月14 7月15 不是7月15 7月15 那天 就集合大家的 那些叫做出家人 他們閉關 因為根據傳統 他們4月15日開始 就要閉關三個月 每年 直到7月15元滿 閉關的意思是 他們不可以離開自願 以前他們要出去 託窟行黑 出去去印度吃東西 所以 4月15日開始 到7月15日是印度的雨季 所以他們就不離開 因為7月15日是最後一天 去到那天 那麽佛就很高興 因為見到那些徒弟 幾乖 三個月 幾努力 於是 就在那天 圓滿 那個閉關的日子圓滿 他就重新接受 信眾 送食給他們 送食 於是 他就把這三個月的 修行的功德 就回向給這班 供食給他的信眾 因為這件事 所以就有一個很大的功德 而這個時候大家熟悉的目見年尊者 因為他媽媽過往生就是誹謗佛教 又孤寒 所以他就跌了下去做惡鬼 做惡鬼 即是往生之後就做惡鬼 他兒子作為佛教的十大弟子之一 但是一樣救不到他 目見年尊者已經收到神通第一 十大弟子也有一個 各人有一個第一 他是神通第一 所以他知道 媽媽以前經常都談佛陀 談佛教 他當然知道他有問題 於是怎樣呢 他就去看看 媽媽究竟去了哪裡 一看 去了地獄 好慘 去了餓鬼 沒有東西吃 於是他就想自己是充滿神通 即是有些特殊的力量 我下去救他 下到地獄 不是餓鬼那裡 於是就拿飯給他吃 拿飯給他吃 一吃進口 就變火 變火 哎呀 這麼慘 於是變火 立刻又變碗水出來 立刻給他喝就變炭 變灰 所以他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 我連神通第一都沒辦法救自己的媽媽 於是他就去問佛陀 問佛陀 喂佛陀 我媽媽現在這樣 怎麼搞啊 他說沒有辦法 他說這些是他過往的 惡業所得的惡度 他說唯一的方法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剛剛 就差不多七月十五 你就在七月十五那天 召集大家去供養這些修行的僧人 當他出關的時候 大家一同念經 把這個大的功德給你媽媽 和那些惡鬼 又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有一個特殊的因緣 令到他可以吃到東西 感受到溫飽 這個就是最初 在佛經裡面說 惡鬼 和怎樣幫惡鬼的方法 所以逢七月十五那天的朝早 就要念一本經叫做 《如蘭盆經》 那個功德是來自什麼 就是要請那個僧人吃下午 就是準備定那些 就是真的吃那些 真的吃的飯送 送給那個僧人 這就叫做共僧 透過共僧 他接受了之後 然後一起念這個《如蘭盆經》 將我們這麼多個和尚 一起念的功德給這班惡鬼 而讓他們感受到這件事 我現在解釋了這件事給你聽 因為 施食是有過程的 原來我們有變的 變的意思就是 早期的施食 原來是施給在生的和尚 就是請他吃了飯 然後幫他念經 到後期 就是直接施食給那個惡鬼 是變成的 由施給人變成施給鬼 OK 那麼科兒就是這個儀鬼 第二個故事就是來自於柯蘭尊者 柯蘭尊者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釋迦茅尼佛 如果你去智蓮靜院 你看大殿 有一個釋迦茅尼佛像 釋迦茅尼佛像 旁邊有兩個和尚的形象的徒弟 老的那個叫大家涉 怎麼知道他老呢?有鬍的 有鬍的那個 年紀的樣子比較老的 那個叫大家涉尊者 是佛教的繼承人 旁邊還有一個很年輕的樣子 那個是柯蘭尊者 柯蘭尊者是佛陀的唐弟 以英俊出名 他最出名就是他英俊 其實就 好了 他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多聞第一 因為他是佛陀的使者 即是他站在身邊 每個人進來見他 或者整好椅子 整好床 那些讓他坐 就是使者幫他做的 好了 所以所有人去見佛陀 他一定在旁邊 所以他聽的東西是最多的 他知道的東西是最多的 那這個柯蘭尊者 有一天就在那個樹下打坐 禅修的時候 就突然間見到前面 有一個惡鬼出現 惡鬼就是你見到他 瘦的土障的 他就告訴你 你快要死了 你死定了 三天之後你一定會死 為什麼呢? 因為你過往生 就做了很多這些壞事 知而此類 不過因為你做了壞事 不過你也有福報 所以他還沒追到你 你現在來了 你那個惡報來了 三天之後你必死無疑 我等著你 嚇到他很厲害 於是唯有找佛陀問他 佛陀怎麼搞的 那個人說 那個惡鬼走來 在我面前說 我快要死了 很痛苦 死就是痛苦 不只是生命斷了 而是說他要跌到惡道 有排售 佛陀就告訴我 因為過往生這樣 那現在你怎麼做呢? 就念中這個 就是做這個放驗口 放驗口 就透過這些功德 念那些神咒 咒語 去將這些不好的恩怨 消除他 所以就流傳了這個 施食的方法 施食的意思就是施給那些鬼 因為那些鬼吃不到東西 他見到你吃東西 他就不喜歡 不單止不喜歡 還有一種的餓鬼 他對你特別不喜歡 就是什麼? 你過往爭過他的 而為什麼這個 和我有仇的人 他現在有得吃 我沒有得吃 為什麼他現在大魚大肉 為什麼我要這麼慘 所以他第一個就想追你 起碼我沒有得吃 你也要沒有得吃 這些就叫做 冤親債主 所以為什麼佛教經常都說 你逢是清明從養如蘭這些日子 為什麼要寫一個牌位 叫做力劫冤親債主呢? 因為你不知道 我們過往生 和幾多人結過冤 他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在你最差的時候 他就來找你 所以我們就透過 我沒有辦法幫到他 不要緊 佛有這樣的本事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些法會 就做這些法事的時候 如果他能夠 因為我寫了他的名字 而他來聽 來聽的過程裡面 他這次吃到了 吃得飽 那他的氣就會 信很多了 本來沒得吃 就當你還給他 那他的氣信 他就不追你 不追你 不害你 所以怨親債主就是指 這些 來追你 剛剛我看到這裡有一本 剛剛出的一本 呂祖先師出的那本 就是講這個 為什麼你會差呢? 為什麼你運情不好呢? 為什麼你這麼多問題呢? 就是因為那些冤親債主 來追你 你欠了他 所以他就來追你 所以不要想著 有些人有好處 哎呀 我欠了我的錢 他忘了追我 他第二輩追你 他這輩子不記得 他就下輩子追你 這件事不會消失 在佛教的角度 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他就 於是那本書所講的 那些祖師來講 為什麼你現在差呢? 就因為那些冤親債主 來追你 在什麼時候追你呢? 就是你最好的時候來追你 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你最好的時候來追你 因為他看到你有本事還 為什麼你這麼好呢? 為什麼我現在這麼差? 第二種情況就是 你最差最差的時候來 對了 你以前害得我慘了 你現在最差的時候 我對了 你踩多你一腳 讓你繼續踩下去 於是 就 搞了這個驗口本出來 就說 我們透過收這個驗口的法事 就幫大家盡快消脆 幫助這些餓鬼 讓他得到好的 吃到東西 好了 於是 他就不來追你 那你今生就會順一點 或者你將來的路順一點 哇 這幾個字都說了這麼久 還沒完 還要看這幾個字 這裡 這套東西 你看這個 中間這個 唐三藏法師 大廣治不空 這個唐三藏就不是我們認識那個 原廠 不是 因為這個是唐朝的三藏法師 三藏法師是一個專稱 不是指某一個人 而是在唐代裏面 有幾個大師 他都有這樣的本事 原廠大師是其中一位 而這一位叫做不空 廣治不空 或者簡稱不空就可以了 不空是他的證名 這是印度人來的 是他 你看到 這兩個字最重要 創疫 是他帶來的 是他將這一套的儀式 帶來這個地方 將他譯成中文 譯成中文 那這位不空是什麼人呢 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先搞清楚 剛才我說 原來最早期的詩食是指 詩給再生的和尚 後來因為這一套 不空大師翻譯了的這一套 的儀鬼 出來之後 就將詩食的方法 就變成了直接詩給那些鬼 如蘭盆經是 詩給再生的和尚食 他吃了接受了你的功德 然後大家唸經給那個 惡鬼 即是隔了一重 現在這個方法就是 直接給那些鬼吃東西 好了 那我們要說 不空是哪一位呢 當時印度 已經是一個秘密佛教時期 很複雜 佛教有很多的時期 由印度開始 一路過到來 去到大概公元 公元是三世紀 三至七世紀之間 就已經發展到很成熟 就是一個叫做蜜教 蜜教即是說蜜宗 而當時有三位 很重要的印度蜜宗的大師 親身來到中國 弘揚蜜教 他們坐船來到廣州 廣州 所以廣東是蜜宗第一個 來到中國的地方就是廣州 在廣州的光孝寺開壇 開壇傳這個蜜法 包括這個蜜無衛 不空和金剛寺三位 就叫做在唐朝的開元年間 所以它叫做開元三大師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很重要的 開元三大師 它就將印度的這一套蜜宗 其實蜜宗做什麼呢? 就是移軌 給你一套儀式 你就學吧 譬如你 蜜宗是怎樣的? 打坐 你不用理那麼多了 總之坐吧 它不用搞那麼多 經你也可以讀少些 為什麼呢? 它認為文字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就打坐 你總而言之慢慢將你自己靜蕾 過濾 沉澱 你的思維沉澱 慢慢就成就這樣 你那個智慧慢慢開 而蜜宗就不同 蜜宗就是 大家哪裡那麼容易可以蜆坐得到 我給你一套東西 那套東西就叫移軌 整個過程 由禮佛 一路一路念經 打詩 打手印 我給你一套東西 你跟著它做 你說我不懂的 不要緊 你跟著做吧 你做得十次你就熟了 是不是? 你做一次就有一次的功德 你做十次就有十次的功德 好過你只說 你只說沒有樣子 哎呀我打坐很厲害 你說而已 你怎麼知道是否真的可以 但是這個不同 這個呢 你就算水過鴨背 差也好 你差極都有兩成吧 100%裡面 你都一定有 一定有些東西跟著 你做一下你就會越來越熟 它就用儀式 所以我們記得我們之前 為什麼要跟大家說儀式 儀式就是大家進入佛門的方法 你想修行成功 你就要透過儀式幫助你 因為我們是凡夫 我們不能夠直接去理解它 而開完連監 這三位的大師經廣州開壇 然後就進去了西安當時中國的首都 所以在西安有一間叫做青龍寺 旅行團有的 還有一個叫做大興善寺 就是當時的密壇 是皇室給他的 因為他們帶來一些很多叫做密法 密法就代表什麼呢 除了幫你修行之外 他有很多特別的方法 這些方法幫我們處理很多問題 哎呀現在不下雨 你這個天不下雨 誰有辦法 什麼人都沒有辦法 你不要來 我密法裏面有求雨 我們打仗 我們怎樣可以戰勝敵人 我們又有一個什麼法 可以去抵抗敵人 現在有病有瘟疫 這些瘟疫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又有這些除病 所以有很多的方法 你發覺密宗就特別多這些 要財神有財神 要談情有談情 要什麼 你說得出要的東西 他都有方法 所以以前只是在皇室裏面 才有人收 密宗從來都是皇室 或者高級 或者官身 他們才有得學 民間是沒有的 民間是給你兩個咒 六字大明咒 之而此外 就是給一些很簡單的 通用的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皇室用 所以下次你去西安的時候 你不要小看青龍子 和大興善子 最多的時間你應該放在那裡 因為密宗就是在那裡開始 正式在那裡 雖然廣州都有 但是廣州已經沒有東西給你看了 當時北空大師來到中國 就譯了很多 密法的版本譯作中文 由這裡開始 其中一個就是這一本 驗口 當時叫做修徹儒家雜要詩食彈儀 這個才是正名 不過慢慢搞下搞下 就做了這個比較大家熟悉的 就叫做儒家驗口詩食科義 儒家驗口 或者儒其驗口詩食科義 其實就是由北空大師帶來 簡稱就是放驗口 而這一本書一出了之後 以後所有講放驗口 就以這個做南本 好了問題了 剛才我不是說過驗口 有佛教 本身是佛教 尤其是密宗的 密宗來了之後 於是道教也都用 就照這個版本做一個道教式的 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 就叫做鐵罐驗口 薩祖驗口 或者叫鐵罐濟煉 它的名字改了 其實根本就是驗口 去到朝鮮 他們又做了一批驗口 就後來的先天道 後來講道教有一派叫做先天道 先天道那批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去做放驗口呢 就是都是在這裡學習了一套的東西 就幫那些鬼魂去試食 讓他們吃得飽滿 廣東話俗稱叫什麼呢 超渡 超渡就是這樣 超渡就是希望他能夠吃到東西 但是吃到東西是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就是吃飽之後 不要再停留在這個地方 我們凡夫就沒有辦法 但是佛就有辦法 幫他離開他現在這個痛苦的環境 所以就導他去另外一個世界 不要再停留在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因為他在這個世界就是餓鬼 你這餐吃飽而已 那下餐怎麼辦呢 於是就說不用怕 佛有這樣的本事 現在讓你吃得飽 還可以帶你離開這個世界 就去佛的世界 所以就叫做超渡 超越 脫離 道脫這個痛苦的環境 超越 道脫 所以就叫做超渡 好了 不過後來呢 因為唐武宗滅佛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 唐武宗滅佛 即是那個唐朝的皇帝 他不信佛 他信道教 所以當時就要舉行一個滅佛 收了那些寺院 佛寺 佛寺 佛寺的佛經就燒了它 於是呢 整套物法 就在中國消失了 整套物法 就只剩下兩樣東西 留在這裡 到今天 第一個就是大悲咒 即是觀音那個 經常念那個 你叫做咒 其實就是物法裡面的東西 第二個 就是放驗口 就是這一套放驗口 還剩下的 所以你去到中國的寺院 任何的寺院 都懂得放驗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套東西 從那時候一直帶下來 只有這兩樣東西沒有斷過 其他的所有物法 基本上消失了 在中國是沒有了 就去了哪裡呢 就去了日本 因為當時 滅佛之前 空海大師在日本來中國 就是去這兩個金光 這個大興善子 和青龍子 跟隨他們學習這一套 承透物法 將它帶回日本 然後才發生 這個滅佛 所以承透物法 就完完整整地帶去日本 沒事 而中國就只剩下這兩樣東西 所以我們經常說放驗口 其實就是由他開始 由這一位 不空大師 最後那一行 只是重逆 只是重新再整個 因為打仗的關係 亂了 這就是一個概念